好 各位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啊 第四讲 审计风险 那审计风险这一讲 三个高频考点 高频考点7 审计风险 高频考点8 风险间的同反向关系 那么这个你要掌握审计风险模型 然后去理解 可接受的浅上风险 与可接受的审计风险的同向关系 以及与重大错保风险的反向关系 好 高频考点9 审计的固有限制 掌握审计固有限制的三大点 九小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高频考点7 审计风险 那么这个高频考点 怎么考察你 首先你要掌握三加两组 风险的概念 可以直接针对风险概念进行考察 那么这个3加2 包括3 审计风险 重大错保风险和检查风险 因为审计风险等于重大错保风险乘以检查风险 这个最最基本的三大风险 审计风险 重大错保风险 还有检查风险的概念 你要掌握 然后呢 这个认定层重大错保风险 再进一步细分的固有风险 还有控制风险的概念 你要掌握 那么简单说 什么是审计风险 就是跟不恰当的审计意见相关的风险 什么是重大错保风险 是倍是一单位客观存在的风险 与审计无关的风险 什么是检查风险 与程序的设计跟执行相关的风险 好 然后认定层重大错保风险里面的固有风险呢 它反映的是一种本质属性 是跟内控没有关系的风险 好 然后控制风险呢 是与内控的设计跟运行相关的风险 所以这个无阻风险概念去掌握 那么在理解这个风险概念的基础上 你要去理解审计风险模型 就为什么审计风险 等于重大错保风险成立检查风险 那么这个就跟高频考点吧 风险间的同反向关系相关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啊 我们先掌握几组风险的概念 第一个风险就是审计风险 那么审计风险是指当 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时 注册会计师啊 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有重大错报啊 给了他无保留意见啊 这是不恰当审计意见 所以审计风险是跟不恰当审计意见相关的 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 我们审计提供的是一种高水平的保证 审计业务是一种保证程度高的见证业务 那么这个保证程度啊 要达到90%以上 而保证程度又等于 一减去审计风险 因为保证程度在90%以上 所以这个审计风险呢 就应该是在10%以下 所以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就应当足够低 以使注册会计师啊 能够合理保证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不含有重大错报 所以保证水平在90%以上 这个风险水平 审计风险水平 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 要在10%以下 好 那么注意一下 不同企业曹报表 审计的可接受审计风险不一样 好 那我们比较一下 IPO曹报表审计 就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这种报表审计啊 和普通年报审计 这个可接受的审计风险 哪个要更低啊 肯定是IPO审计 只要因为关注的人多嘛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IPO财报表审计 这个可接受的审计风险 可能制定成1% 你就保分证水平要达到99% 而普通年报审计呢 差不多 10%的可接受 审计风险 就是90%的保证水平啊 就差不多了 所以不同的企业 这个报表审计制定的可接受啊 审计风险不一样 那么对于啊 上市报表的审计风险啊 可能确定为 1% 那这就意味着 注册会计师啊 对审计结论啊 要求 99%啊 是正确的 只有啊 1% 出错的可能性 那么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过程中 就必须啊 执行较多的测试 获取较多的证据啊 以使 审计风险啊 降低到1% 就是你要 将审计风险降到1% 付出的努力 也就是执行的程序 获取证据 肯定比 将审计风险啊 降低到10% 付出的努力 获取证据要更多 对吧 那么这是针对啊 IPO审计的这个要求 那么对于普通年报啊 注的会计师可能确定其 审计风险呢 为10% 也就是说 最终 审计结论啊 只要 90%正确 就可以了 那么注快啊 以 较少的审计程序 就可以使 审计风险啊 降低到可接受的 10%的 水平 好 所以说 这个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 其实在进场之前啊 就已经制定好的 那么进场之后 那么注快就要通过 这个实施程序啊 去将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 去降低 那么进而 就降低了 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嘛 因为K 等于啊 X乘以Y X 注快是改变不了的 因为这个是重大错号风险 是只能评估 不能改变的 那么注快 唯一可以改变的是 可接受的紧张风险 通过不断的执行程序 去降低 可接受的紧张风险 那么你可接受的 紧张风险越低啊 你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 是不是也就 越低啊 好 那么审计风险 可以分为 注册会计师啊 客观面临的 审计风险 也就是审计前的 审计风险 和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 审计后的 审计风险 那么根据 审计风险模型 审计之前的 客观面临的 审计风险 其实就是 没有做程序嘛 没有做程序的话 你可接受的 紧张风险 其实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从金额的角度 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啊 从金额的角度 就应该是等于 重大 错报 风险 对吧 从金额的这个角度 好 然后我不断的去 执行审计程序 不断的在降低 这个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 进而呢 就在降低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 就一开始你进场的时候啊 你这个客观面临的 审计风险很高 金额的角度 等于重大出发风险 但是随着我 注的会计师 不断的执行程序 这个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就一直在降低 这个应该讲可接受 这里不合适啊 就讲这个面临的 这个审计风险 就一直在降低 直到降低到我当时设定的可接受的审计风险 那么我程序就做到位了 这就是审计过程 对吧 所以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过程啊 就是将客观面临的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低水平的过程 再来一遍啊 注快的审计过程啊 就是将客观面临的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低水平的过程 好然后第三 可接受的审计风险的确定 那么需要考虑快计师宿所对审计风险的态度 审计失败啊 对快计师宿所可能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因素 就是这个宿所越害怕风险 风险给宿所带来的损失越大 那么这个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就会制定的越低 那么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制定的越低 这个可接受的减转风险肯定要越低 那么注快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执行 更多的程序获取更多的证据啊 好 然后第四啊 审计业务啊是一种 保证程度高的见证业务 那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应当足够低 以使啊 注册会计师能够合理保证所审计 财务报表不含有重大错保 其实也就是我们说保证水平加可接受的审计风险 应该等于百分之百吧 那么你保证水平在90%以上 你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就应该在百分之十以下啊 才能达到这个合理保证 好 然后第二啊 审计风险模型啊 就是我们理解一下审计风险模型啊 再来看另外两组风险的概念 就是审计风险啊 等于重大错号风险乘以减加风险啊 你只要理解 流氓遇上弱智这个暗号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底下的啊 审计风险要高 就是这里的脏水多的话 那么要同时有一个很高的重大错号风险 就这个地方 脏水要多 就是这是要是一个很流氓的客户 同时呢 这个住块还不太行 就这个网比较输 对不对 就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流氓遇上弱智的时候 审计风险才会高 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个重大错号风险是住块在进场之前面临的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重大错号风险又是什么 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叠加 在企业没有任何内控的情况下 这个管子 留下来的这个脏水 它代表着固有风险 那么审计客户啊 为了应对固有风险啊 就会设计内控 设计这个内部控制 那么这个第一个网头 就是内部控制 那么如果说这个控制啊 没有能够把这个固有风险跟挡住 那么继续留下来的啊 就是重大错报风险 是吧 好 那么住块进场之前啊 我们说那个客观面临的审计风险 不就是一开始的这个重大错号风险吗 那么住块接下来干嘛 执行程序 那么第二个网头就代表着程序 如果这个程序还没能挡住 那么最终要导致发表不下单的意见了 那么最终这个底下啊 才是审计风险 所以为什么流氓遇上弱智的时候 审计风险才会高呢 是因为如果说是流氓遇上天才 这里的重大错号风险很高 那我住块程序设计的很好很好 把杂志都挡掉了 审计风险也不会高 或者反过来 如果是一个好人遇上弱智 这里的水很干净 审计客户很好 那哪怕我住块不做程序 没有网对吧 这底下的水也是干净的 所以只有当流氓遇上弱智 审计风险才会高 流氓遇上天才 好人遇上弱智 审计风险都不会高 所以这就是大家对于审计风险模型的理解 K等于X乘以外 好 那我们接着看风险的这个定义 重大错号风险 什么是重大错号风险 重大错号风险是指 曹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号的可能性 强调是审计前 那么既然是审计前存在重大错号的可能性 这就跟住块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理解要点 第一点 重大错号风险 与被审计单位的风险相关 且独立存在于曹报表审计 不管报表审不审 重大错号风险都在那 不增不减 想到参加加错的诗了 对吧 好 那么既然 重大错号风险跟住块没有关系 那么住块就改变不了 所以重大错号风险只能评估 不能改变 怎么去评估重大错号风险呢 住的会计师是通过询问检查观察分析程序 这个风险评估程序 来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六个方面来识别评估重大错号风险 好 那么提示点 你审或者不审重大错号风险就在那里啊 不增不减 就是住块是改变不了客观存在的重大错号风险的 住块可能会去改变的是什么呢 是评估的重大错号风险 就是你一开始啊可能了解的这个信息不到位 那你评估的这个重大错号风险评估低了 那么后面我评估出来的重大错号风险可能会改 但是本身存在的这个重大错号风险 它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住块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好 那么两个层次重大错号风险 一个是 曹报表层的重大错号风险 一个是各类交易 账户有披露认定层的重大错号风险 那么你要理解这个概念啊 因为考试的时候会出这样的选择题 以下 属于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的事 以下属于认定层的重大错号风险的事 那么他们的区别在哪呢 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就是会影响多个认定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事想 你讲得出来 它到底是影响 曹表具体的哪个项目会认定 或者说具体的哪几个项目会认定 那么这个就是啊 财报层的重大错号风险 那如果说你能具体到某一个项目会认定 或者是某几个项目或者是认定 那这个就是认定层的重大错号风险 所以你要会区分啊 好 那么第一 财报层的重大错号风险 那么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 与财务报表整体存在 广泛联系啊 可能影响多项认定 那么理解要点 第一啊是与这个控制环境有关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控制环境 我们环境框框图六点还记得吗 顶要是底要是两边都要是 那么顶上是寡理层的理念 经营风格 质地层的参与程度啊 底下对胜任能力的重视啊 还有关于啊 人力资源相关的一些招聘 培训的一些政策 然后自上而下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的落实 自下而上职责划分和职权的分配 对吧 那么这些方面啊 环境嘛 它影响多个项目多个认定 比如说管理层缺乏诚信啊 质地层形同虚设 没有好好履行这种监督职能 不能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 那么这个导致的是财报 怎么能够到最后风险 因为本身这个控制环境 它就是属于整体层面内控要素 我们说3.5个整体层面内控要素 控制环境风险评论过程 新系统与沟通里面一般控制 以及对控制监督 这3.5个整体层面的内控要素出现问题 导致的都是财报层重要创风险 所以可能与控制环境有关 那么也可能啊 与其他因素有关 比如说经济萧条 然后企业所处的这个行业在衰退期 没有具体到某一个报道项目 那么它导致风险就是财报层重要创风险 然后第二难以被界定于某类交易 账户与额披露的具体认定 那么相反 此类风险增大了任何数目不同 认定发生重大挫暴的可能性 好 然后第三 与柱块考虑由5B引起的风险特别相关 好 那么这个解释一下 如果就讲5B 如果管理层5B 那么这个导致的就是财报层重要创风险 因为5B这个项目也可以5B那个项目 但是如果具体说 营业收入的5B风险已经具体到5B收入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5B导致的 它也可以是认定层重要创风险 理解啊 好 下面第二类就是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披露 认定层的重大挫暴风险 那么这个就是指 与某类交易事项 期末 账户余额或者是 财务报表 披露 相关的重大挫暴风险 那么认定层的重大挫暴风险 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固有风险控制风险 注意一定是认定层的重大挫暴风险 再去细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就是认定层重大挫暴风险等于 固有风险乘以控制风险 那么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概念也要掌握 固有风险的是指 考虑相关内控之前啊 某类交易啊 账户余额或者披露的某一认定 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那么控制风险呢 是指某类交易 账户余额或者披露的某一认定发生错报 该错报单独或者说连同 其他错报是重大的 但是呢没有被内控啊 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的可能性 简单说固有风险 不用考虑内控 跟交易的本质属性相关 那么控制风险跟内控相关 就是这个内控 它没有能够及时的防止或发现 并纠约错报啊 跟内控的设计 还有运行相关 好这是呃第二组风险啊 重大挫暴风险啊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那么审计风险是跟不恰当的审计意见相关的风险 重大挫暴风险呢 是在审计之前报表存在的 所以跟审不审没有关系的风险 那么它分财报层重大挫风险 和认定层重大挫风险 认定层重大挫风险 又进一步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好接下来第三组风险 检查风险 简单的说就是跟程序相关的风险 检查风险是指如果存在某一错报 该错报单独或者是连同其他错报可能是重大的 注册会计师为了将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低水平啊 而实施程序后没有发现这种错报的风险 就是说有重大错报 但是这个程序嘛 没有能够发现 这个程序存在问题啊 跟程序相关的风险 那就是检查风险 所以在审计过程中 注册会计师可以改变的是什么风险 是检查风险 还记不记得那句话 审计的过程其实就是将 客观面临的检查风险 就是开始进场之后的那个检查风险 降低到可接受的过程 那么怎么降低呢 是通过实施程序呗 好理解要点第一 检查风险取决于 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啊 和执行的有效性 它是跟程序相关的啊 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啊 和执行的有效性 好 然后第二 检查风险不可能降低为零 那么原因是啊 一 筑块通常不对 所有交易账户余额或者披露 进行检查 也就是说我用的程序是抽样 然后整个审计呢 提供的是合理保证 它不是绝对保证 所以其实检查风险 我们可以写这个公式啊 抽样风险加非抽样风险 就只要你没有全查 你用的是审计抽样 那么抽样风险就都存在啊 除非说你交易比较少 我全部检查了 那没有抽样风险 但是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不会说业务少到 可以去全部检查 那么筑块往往啊 用的都是 审计抽样的方法 那所以这个抽样风险 不能降为零 好那么还有其他原因 那么其他原因就除了 样本规模小语啊 总体规模导致风险 那么其他这个原因啊 导致的都是 非抽样风险 所以其他原因啊 包括筑块 可能选择了 不恰当的审计程序 那么审计过程执行不当 或者啊 错误解读了 审计结论 好 接下来我们做题 啊 来总结一下 这个高频考点 怎么考题 第一 考风险的概念 审计风险 重大错号风险 进展风险 还有 重大错号风险里面的 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 热定层重大错号风险 热定层重大错号风险 热定层重大错号风险里面的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就是考这些风险的概念 但也可能涉及那个 审计风险模型 但是审计风险模型呢 我们 窝离到下一个高频考点了 这风险间的同返乡关系里面去了 好 接下来啊 例题33 2021年的单选题 关于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的说法 说错误的是 那考察的是不是就是 财报层的重大错号风险 好 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 增大了认定层重大错号风险 对的 因为我宏观的东西不好 比如说我这个环境不好 那么是不是报表 多个项目 发生重大错号风险的可能性都会更高啊 所以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 确实增大了认定层发生重大错号风险 正确 好 B 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 可能影响多项认定 这是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的概念 正确 好 然后C 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 通常的与控制环境有关 原话吧 正确啊 好 下面D 财务报表层重大错号风险的评估结果 直接有助于注快确定 认定层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限制时间 安排和范围 那我们说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 它可能影响到进一步实际程序 这种说法没有问题 因为财报层重大错号风险 如果说越高 那这个进一步 审计程序 我们就会偏向于选择用实质性方案 而不是综合性方案 但是他这边说直接有助于就有问题了 直接有助于注快去确定进一步实际程序 那应该是认定层重大错号风险 就说直接 那么D的表述就不正确 那么这道题目错误的就应该是选择D 好 接下来 例题34 2021年的单选题 下列关于检查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考察的就是检查风险的概念 这边就是抓概念 拼命的出选择题 那么这个概念就是那个3加2那个风险 好 A 检查风险取决于 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有效性 检查风险和程序相关啊 正确 好 让B 检查风险不可能降为零 任何风险都不可能降为零 正确 C 抽样风险不会导致检查风险错了 那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就越高 因为K等于X乘以Y 那么X如果说越低 那么Y就越高 这就是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与重大错误风险啊 反相关 所以D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那么这道题目错误的就应该选择C 好 接下来啊 例题35啊 2019年单选题 下列有关重大错报风险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啊 考察的是这个重大错报风险相关概念 对吧 A 注的会计是应当从财报层和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 认定层啊来考虑重大错误风险 两个层次重大错误风险吧 财报层和认定层正确 好 B 重大错误风险指 曹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误的可能性 直接考察重大错误风险的概念 对吧 正确 好 C 重大错误风险和进一步区分为固有风险和检查风险 犯了两个错误 首先进一步去区分的应该是认定层重大错误风险 你不能直接说重大错误风险 第二 进一步区分的应该是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而不是检查风险 所以 C 是错的 好 D 注册会计是可以定性或者说定量去评估重大错误风险 对的 定性就是高中低嘛 定量就是具体的5% 10%去量化 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道题目错误的选择 C 好 接下来 例题36 2018年的单选题 下列有关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说法中正确的 是 那么考察的是吗 3加2那个2那个风险 认定层重大错误风险底下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啊 A 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与被审计单位的风险相关 然后独立于财务报表审计而存在 因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都是属于啊 重大错报风险 所以它是独立于审计客户的政权 好 要B 财报层和认定层重大错误风险 可以细分为固有风险控制风险 错了吧 只有认定层重大错误风险 才可以细分为啊 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好 要C 注册会计是啊 无法单独对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拼估 这个无法用错了 最多讲什么有时无法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的 那么更多呢 是注册没有必要单独去评估固有风险控制风险 我只要评估出重大错误风险 然后确定 减判风险再去执行程序就可以了 我还要去单独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干嘛呢 对吧 好 然后D 固有风险始终存在 而运行有效的内控啊 可以消除控制风险 任何风险都不能去消除 所以D是错的 那么这道题目正确的 就应该选择A 好 接下来啊 例题37 2016年的多选题 下列有关重大错报风险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啊 考察的还是重大错报风险相关概念啊 A 重大错报风险包括 固有风险和几乎风险 还是犯了两个错误 首先啊应该说明是认定曾中大错报风险 另外包括的应该是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A 是错的 B 做的会计是应当将重大错报风险与 特定的交易账户预约和披露的认定啊 相联系 那么跟特定的交易账户预约和披露认定相联系的 这个风险应该是认定曾中大错报风险 你不能就直接说啊 要将重大错报风险去与特定的交易账户预约和披露认定相联系 万一它是财报层重大错报风险了 对吧 所以A B就不正确啊 好 然后C 所以在评估一项重大错报是否为特别风险时 注册会计是不应考虑控制对风险的抵消作用 考虑特别风险固有风险都不需要考虑内控 所以啊不应该考虑啊 对风险的抵消效果正确 好 用D 注册会计是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可能随着审计过程中不断获取审计证据啊 而做出相应的变化 虽然注册会计改变不了重大错报风险 但是随着你不断的获取新的信息 如果原先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有问题 那么是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是可以改变的 对吧 所以D是正确的 那么这道题目正确的就选择 C和D 好 接下来啊 例题38 2017年的单选题 下列关于检查风险的说法中错误的是啊 考察的是检查风险的相关概念 A 检查风险是指 数字会计是未能通过审计程序啊 发现错报 因而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风险 跟不恰当审计意见相关的应该是 审计风险而不是啊 检查风险 好 然后B 检查风险通常不可能降为零 因为检查风险等于抽样风险加非抽样风险 哪怕你全查了 抽样风险降为零了 那你非抽风也不可能降为零 对吧 所以B的说法是正确的啊 好 C 保持职业怀疑有助于降低检查风险 就保持职业怀疑你可以把程序设计的更好 那么程序做的越好 这个检查风险是不是就越低啊 所以保持职业怀疑啊 有助于降低检查风险 正确 好 然后D 检查风险的高低 取决于审计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啊 和执行的有效性 检查风险它是跟程序相关的吗 取决于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啊 和执行的有效性啊 正确 所以关于检查风险说法中错误的 那就选择啊 A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高频考点8 和风险间的同反向关系 那么基于审计风险模型啊 K等于 X 乘以 Y 可 接受的审计风险 等于重大错号风险 乘以 检查风险 那么站在 重大错报风险 同家企业恒定的 这个 视角 那你一开始设定的 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 越高 是不是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 越来越高 所以同向关系啊 指的就是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 与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啊 是同向关系 好 那么反向关系呢 是 站在 可接受的 实力风险 是进场前就设定好的 那你评估出来的 重大错号风险越高 那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就 越低 所以可接受的 检查风险和 重大错号风险 是 反向 关系啊 所以第一 第一组 同向关系 指的就是 可接受的检查风险 和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是 同向的 站在 同一个客户啊 重大错报风险 恒定的情况下 那么 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 K 是来自啊 由来自客户的 重大错报风险 X和来自 审计人员跟 程序相关的 检查风险 共同构成 而 重大错报风险 X因为是客观存在的 住坏改变不了 所以说 你一开始制定的 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越高 那么对应的 可接受的 检查风险就越高 那么这就是啊 第一组 同向关系 可接受的 检查风险 与可接受的 审计风险 是同向关系 好 然后第二组 关系啊 是可接受的 检查风险 与重大错报风险的 反向关系 就是K等于 X乘于Y啊 这个Y与X 乘反向关系 因为K等于 X乘于Y 那么这个K 是在进场之前 就确定的 可接受的低水平 1%啊 10%啊 进场前 已经确定好了 然后呢 就快通过 询问 检查 观察 分析程序 四个小程序 了解背景 单位器 环境 六个方面 识别评估出了 重大错号风险 X 然后根据公式 Y等于Y等于Y等于K 除以X就求出了可接受的检查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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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计算出来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啊 就为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审计程序对吧 提出了要求啊 好 所以审计项目的性质 确定 审计风险 K 然后审计对象存在重大错号风险 用风险评估程序 识别评估出重大错号风险 然后 再用公式Y等于K除以X求出检查风险 那么这个检查风险就为要实施的程序啊 提出了要求 好 所以计算出来的检查风险Y其实就是给住块 在实施审计程序提出的要求 即要达到这样的检查风险 要做什么样的程序吗 对吧 要求达到的检查风险 就是一种可接受的风险 所以审计过程是什么 就是将客观面临的审计风险 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那么其实桥梁是什么 是检查风险 是通过降低检查风险去降低审计风险 因为X就快改变不了 好 所以如果重大错号风险X较高 那么我们通过公式啊 计算出Y就要较低 或者从另外一个思路 另外一个角度 X越高 那么表明 会计数据啊出现 错报的可能性较大 那么则对筑块进行审计测试 可靠性的要求就较高 则要求的检查风险 降低至可接受水平啊 就必须获取较多的证据啊 来降低检查风险到可接受的程度 那么从而使审计风险水平啊 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好我们再总结一下风险间的同反合相关系 同向关系指的是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与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同向变动 那么是站在同一家客户X 恒定的这个角度啊 那么即可接受的审计风险一开始设定的跃跌 那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就跃跌 就意味着筑块需要搜集更多的程序 将检查风险降低到这么低 进而呢将审计风险降低到这么低 所以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与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同向变动 好那么反向关系指的是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与重大拓报风险 呈反向变动关系 那么这个是站在K恒定的情况下 对吧 当可接受的审计风险水平啊 一定的情况下 那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越高 那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水平就越低 那么注册会计师啊 需要搜集啊更多的审计证据 好接下来我们做题 那这个题目就是围绕啊 风险间的同反向关系 其实也就是对审计风险模型的一个理解 好例题39单选题 根据审计风险模型规定 下列表述中 不正确的是 A 在审计业务中 注册会计师应该将 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以合理保证 财报表不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重大错报风险 就审计业务 就是要将客观面临的审计风险 降低到可接受的低水平 因为只有将审计风险 降低到了可接受的低水平 那么这个保证水平 才可以达到高水平的保证 所以A的说法是 正确的 好然后B 在既定的审计风险水平下 评估的重的 错报风险越高 那可接受的 检查风险就越低 那需要的审计证据就越多 X越高那Y就越低 那么注快就需要实施 越多的程序 来获取证据 对吧 所以B的说法也是正确的 好 然后C 注册会计是可以通过扩大 执行审计程序的 性质 时间和范围来消除 减长风险 你可以说 降低减长风险 但是不能够消除 减长风险 好 然后D 注册会计是应当获得 认定层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便在完成审计工作时能够以可接受的低审计风险对财务报表整体发表意见 这是我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是不是才可以将减长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那么将减长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是不是才可以将审计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所以 D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么这道题目不正确的就应该选择C 好 接下来例题四十多选题 下里有关审计风险的相关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审计风险模型中的审计风险 由检查风险和重大层抗风险 相加来确定 应该是什么 相成啊 不是相加 好 B 审计风险模型中的重大层抗风险是筑块评估的认定层重大层抗风险 对的 就是审计风险模型k等于extreme y 这个x指的是认定层重大错抗风险 另外呢 还有个公式 重大错抗风险等于固有风险乘以控制风险 那么这个公式里面的重大错抗风险 也是认定层重大错抗风险 你就记好了 公式当中的重大错抗风险 全部指的是啊 认定层的重大错抗风险 所以B的说法是正确的 好 然后C 注册会计师通过 实施审计程序以降低重大错抗风险 通过实施程序降低的不是重大错抗风险 降低的应该是检查风险 好 然后D 可接受的审计风险与审计证据之间存在反向关系 那你看我获得的审计证据越多 我就可以把Y降的越低对不对 那么可接受检查风险越低 那么对应的可接受的审计风险也就越低 所以一个多的审计证据配一个低的可接受审计风险 所以他们是不是反向变动关系 我们加个桥梁就可以了 加一个可接受的检查风险的桥梁就可以了 所以D的说法也是正确的 那么这道题目正确的就应该选择B和D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本讲的最后一个高频考点 高频考点9 审计的固有限制 那么这个高频考点怎么考察 很直接 以下属于审计固有限制的事 那么你要记住审计固有限制三大点九小点 简单一点就是三大点 财务报告的性质 审计程序的性质 还有财务报告及时性和成本效益权衡 这个三大点带来的审计的固有限制 好 那么三大点里面又有三小点 所以加起来总共是九小点 好 那么财务报告性质里面的三小点 关键词 就是财务报告编程基础 财务报表项目 还有财务报表项目的金额 好 财务报告编程基础就是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 需要根据被审计单位的事实和情况 运用适用的财报编程基础的规定 那么在这过程中需要做出判断 就是选什么财报编程基础 要用职业判断 好 然后第二 报表的项目就是许多报表项目 涉及到主观角色评估或者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并且可能存在一系列可接受的解释和判断 供应价值在波动嘛 对不对 所以某些报表项目金额本身也存在一定变动幅度 这种变动幅度不能通过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来消除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的供应价值 那么因此审计准则就要求啊 这块特别考虑在适用了财报编程基础下 会计估计是否合理 好 相关披露是否充分 会计事务质量是否良好 所以财务报告的性质导致到审计顾有限制 顾有这个限制里面的三小点 我们即关键词 财报编程基础 财报表项目 财报表项目的金额 好 由审计程序的性质啊 带来的 审计固有限制里面的三点 包括第一完整性是管理层保证的 管理层或者其他人员可能有意或者无意的 不提供与财报表相关的或者注快要求的全部信息 完整性是管理层保证 然后第二 舞弊可能涉及精心策划和蓄意实施啊 也进行阴满 就舞弊可能是精心策划的 那么注快不一定能发现 好 然后第三 审计不是啊 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官方调查 就注快不是警察 也不是纪检委 所以审计程序的性质啊 相关的 包括完整性 是管理层保证的 然后呢 舞弊可能进行策划 注快按照准则要求做的程序可能也发现不了 还有审计不是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官方调查 好 最后啊 是曹报告的及时性和成本效益权衡 就是注快不可能无止境的 去投入资源做这个审计 因为报表使用者等于用报表 注快呢 没有过多的时间来详细检查 如果将使你时间拉长 成本就会增加 既无法满足效益 又无法满足曹报表使用者对及时性的要求 所以注快是应当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的成本对报表发表意见 那么如何做到在合理的时间 以合理的成本完成自己工作呢 首先你要做计划 计划 神经工作 然后第二呢 不是无止境的投入资源 而是将资源啊 投向最可能存在重大挫暴风险的领域 好 然后第三啊 是运用测试 还有其他方法来检查 总体中存在的错报 比如说用的是审计抽样 所以你能配上吗 三大点里面的九小点你要配上 就如果直接问你 以下属于审计固有限制的 是 那么放三大点你要认识 放九小点 也要认识 或者考的难一点 以下属于曹报告的性质 导致的 审计固有限制的 是 那你要会做这个 连线匹配题啊 好 我们做题 例题41 2020年单选题 下例各项中 不属于审计固有限制来源的 是直接考察 审计固有限制来源 三大点九小点 A管理层可能不提供 注快要求的全部信息 这个是审计程序的性质 里面的 所以它是属于啊 固有限制的 好 然后B 注快在合理时间内 以合理成本完成审计的需要 这是第三大点里面的 也是审计的固有限制 好 C 管理层啊 编制财务报表时啊 需要做出判断啊 编报表需要做出判断 选用哪个财报被人记处 对啊 是不是要做判断 这个是跟财务报告的性质相关的 固有限制 好 D 注快可能没有按照 审计准则规定 执行工作 那么注快没有按照 准则规定 执行工作 这个注快要承担责任 这不是审计固有限制 注快应该按照 准则的规定去执行工作 所以不属于审计固有限制的 那就选择 D 好 接下来 另一题42 2019年的单选题啊 下列 各项中 不属于审计固有限制来源的是 A 注资会计师获取审计证据的能力啊 受到法律上的限制 这个是来自什么 成绩程序的性质里面的 注快它不是纪检委 对吧 所以这个是属于审计的固有限制的啊 好 然后B 注资会计是可能满足于说服力不足的审计证据 这句话不对 审计固有限制里面从来都没有说 注快可能满足于说服力不足的审计证据 没有这一条 我们只说这个审计证据它是说服性的 而不是结论性的 对吧 另外我们还强调职业判断不能作为挡接派 不能成为注快满足于说服力不足是你证据的理由 所以这个B也不对 好 C 管理层可能不提供编制槽报表相关的全部信息 这个是审计程序性质里面的 完整性是管理层保证的 好 然后D 管理层在编制槽报表过程中啊 可能运用到判断 就是选哪个财报编辑基础嘛 要用到判断 是财务报告性质的 所以ACD都是属于啊 审计固有限制 那么不属于啊 审计固有限制来源啊 就应该选择B 好 接下来啊 本部分最后一道选择题 例题43 2018年多选题 下列选项中属于审计 固有限制的有 A 许多财务报表项目涉及到主观决策评估或者是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并且可能存在一系列啊 可接受的解释或者说判断 那么这个关键词是什么 财务报表的项目对啊 财务报表的项目是属于财务报告的性质里面的第一大点 所以它是属于审计固有限制 B 贝士尼单位管理层可能拒绝提供策要求的某些信息 这是完整性是管理层保证的审计程序的性质里面的也是属于审计固有限制 好 C 筑块没有被授予调查贝士尼单位涉嫌违法行为所必要的特定法定权利 这也是审计程序的性质里面的筑块不是纪检委 好 D 筑块将使你资源投向最可能存在重大错暴风险的领域并相应减少其他领域的审计资源 这是审计的成本效益相关 所以属于审计固有限制的有应该选择A B C D 好 那到这里啊 我们第一部分审计概述包括四讲内容 总共呢是九个高评考点 然后43道选择题就给大家梳理完毕 好 第一部分审计概述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